这样子有看到我的画面吗 有看到 有 好 那我要介绍一个 Mozilla一个其实有点老的专案 已经两三年了吧 开发两三年了 那但是其实还是一直有持续的改善 那它是叫做Mozilla Hub 它其实是用网页来做 来做VR的一个 叫做WebVR的技术的相关应用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示范场地 那大家等一下 结束之后也可以自己点进去玩 就是上面那个示范场地 那如果你想要开新的房间 可以用第二个连结 它可以让你开自己 就是另外一个专属连结的一个房间 然后第三个连结是 这个场地的一些相关的介绍 那我们直接跳到那个 会议室的那个场地去 它 有点大声 我把它关掉 那它进来其实就是一个VR的场地 那刚好六月是prime month 在欧美 所以就 我们的技术团队就建了这样子的活动 这样的一个场地的活动 这样的一个活动场地 让大家可以在上面办活动 这样子 那就是进来之后 其实跟Gator Town一样 就是你可以用前后左右移动 然后可以到处逛 然后也是一样 如果有其他人进来 你就可以 你说话的时候 其实场地里面的其他人都会听到 然后也跟Gator Town一样 会根据你跟对方的距离而 音量的大小声会有改变 就是会跟真实的实体的活动场地 有点像 就是你跟人走 你走到对方的前面 你就会 就是说话就会很清楚 你跟对方离远一点 说话就会越来越小声 那他有最近有一个 就这个 Hubs有 最近有一些新的功能 像是 这个场地本身有一些特殊的功能 像是他有一个主舞台 那主舞台就是大家可以站在 主持人一样可以站在主舞台的 那个麦克风前面讲话 然后一样会有就是全场广播 那因为这是 这其实是Web 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 所有东西都是HTNL拼出来 HTNL跟JavaScript拼出来的 所以他也可以拉一些像是网页出来到画面上 那像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哎呀现在不是他中 就是可以拉一些 即时的 即时的网页或者是影片 那到上面 上面大家一起看 那这边这个场地还一定还做了这些 就是有一些 我有点迷路 还做了几个就是摊位的空间 可以让大家就是摆摊 那现在目前上面有放了一些 就是LGBT相关的一些资源 所以就是当你自己进来逛的时候 你也可以就是看一下一些相关的资讯 好那 其实就是这个也就是 HUBS跟GatorCon一样 它原本的设计 其实是为了要让大家可以就是远端的进行交流 对那 它其实也经过了蛮多年的开发了 但目前看起来好像3D的界面 大家还是没有 就是接受度还是没有GatorCon那么就是容易的接受 那但是我们前几个礼拜也在上面办了一些 试办了一些活动 那目前的新的活动 目前的HUBS的功能就是有越来越完整了 那大家可以就是在这段时间都可以就是自由使用这个场地 这一个布景 然后开自己的房间 然后就是平常可以跟大家交流的话 可以来自由运用 好那我刚看到有两个人加入休息室 就是你进来的时候 它会先带你到休息室 然后你点Enter 你点加入才会进到这个实体的场地里面来 好那你在休息室可以调自己的Avatar 就是其实我现在是 就是它其实不是就是 不是用真的 真人的影片的方式呈现 它是用一个就是特殊风格的小人呈现 那你也可以自己选自己的Avatar 那也可以把就是萤幕 不是萤幕 摄影机投到就是投出来这样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玩玩看 好那这场地这边还放了一个就是图灵的雕像 对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哦有看到新的新人进来了 在这边 那我们就跟Deeper Deeper原来是一只狐狸 我们就跟Deeper说再见吧 好拜拜